这篇文章是Google DeepMind的Gecko 他们提出了一个模型 是从大元模型中提炼通用文本嵌入 我们说文本嵌入模型 就是把文本转化成密集的向量形式 使得语意上相似的文本 在嵌入空间中相互靠近 有很多下游任务 比如文档检索 句子相似性比较等等 以前通常会为每一个下游任务 构建单独的嵌入模型 最近开始倾向于创建一个 可以支持多种任务的通用嵌入模型 但是这样的通用文本嵌入模型 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 来全面覆盖所需的领域和技能 这篇文章提出Gecko 就是一个高度通用 而且高效的文本嵌入模型 它的强大之处就是来自 从大语言模型中蒸留知识 然后主要是创建了一个 新的微调数以及F-RAT 用两部语言模型蒸留过程 简单说一下就是 先用Futures提示 语言模型给每一个 没有标记的文本段落 生成一个相关的任务和查询 然后把这些任务和查询 embedding 找到他们相关度最高的文本段落 在用语言模型对这些段落进行重排 然后根据语言模型的评分 来确定正面的段落和负面的段落 就是正力和负力 其中 等一下我再想一下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提出这个通用的 且高效的文章 但是因为数据量因为数据量快大 所以他直接用像大模型来做这个事 这个是合理的 然后他的做法是他创建了一个微调数据 其实是吧 对这是他主要的工作 别的也有 其实就是蒸留过程 就是蒸留出了一个微调数据 然后你在别的小的模型上 那你就可以用微调数据行为调 对 我再看一看 就是蒸特的方式提示大预言模型 为每个未标注的文本段落 生成一个相关的任务和查询 这个任务当然是什么 没事 这个后面会继续说 这个就是简单的提议 任务查询嵌入 以获得相似的段落 在预讯中嵌入模型当中 并且重排 好 那这样往前看吧 对 然后后面会仔细说 它 这个Ganko 它是基于一个1.2B 参数运现量的Transformer模型 然后再对这个模型进行 预微调和微调 然后先看预微调 预微调就是 在大型的文本语料库上 进行自监督 使用了两个预训练税集 一个是大型社区QA税集 包含在线论坛和 QA网站的问答队 另一个是从网站上 抓取标题正文本队 然后这些文本队 似乎可以从哪个网站上找到 虽然 这些比较简单 但是 也是先前的工作 有表明说 这些文本队 对于 预微调的嵌入模型 是有用的 然后这个训练目标 预微调的训练目标 通过计算问答队的向量表示 并且在每个问题前 添加任务特征 训练模型 优化这些任务 这个QI是 问题文本的向量表示 然后T是 任务特征 就是表示任务的一个向量 然后把T和QI 拼接起来 送到大模型 M里面 这每个词的维度都是D 然后对这个 T加QI 乘D的维度 取平均值 变成单个地位的向量 这个PI 是 答案的那个文本段落 然后也是对它 取一个平均值 变成一个地位的向量 然后用对比学习 目标来优化这个模型 B是miniBash的大小 然后这个SIM就是 用预线相似度 计算每一个问题 和段落之间的相似度 我们希望分子越来越大 就是这个 正立的相似度越高 这个分母包含 所有的正立和负力 然后分母越小 就是 希望负力的得分越低 这样它损失越小 等一下 我怎么 一下子没理解 就说 他先把这个网站上 这个QA问题 把它弄下来 再先论坛 然后再把网页上面的 这个 标题文档弄下来 它现在是两个 预训练数据库 对吧 然后 它的训练的目标是 通过计算问答对的项量表示 并在每个查询任务 查询前添加任务特征 比如说 问答的 任务 任务特征可能是问答的 所以它的 要干啥 就是 这个预训练 预微调 就是跟平时的做法一样 只不过在 每一个问题之前 加上了任务 那你训练出去 它的正样本 负样本 什么是正样本 什么是负样本 这里还没有 涉及到正样本和负样本 那你下面不是有 对比学起了吗 那不肯定有正和负的 东西 这里的上面的 就是 上面的P 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里面有很多个文本 很多个文本段落 然后 有一个问题 对应的有一个文本段落 然后剩下的文本段落 全部都是负比 也就是说 你在问答的时候 然后我现在那个QA里面 我这个question 在这个网站下面相关的answer 都是它的正样本 然后其余的都是负礼 其余的那些answer 就是其他question的answer 全都是负样本 对 他签订这个目的是为了让这个QA能够配对 那跟后面那个网站上的标题和标题和标题和那个 证文这是一对对吧 然后其他的证文跟我这个标题那就是负量 都是复理 好的 好的 然后这个是欲微调 然后后面再是他自己的微调 就是要用到他 没结束 这算一个 他那个QI和PI QI是问题 问题question是吧 对然后PI是每一个文本段落 好文本段落 对小段落 那没办法 然后然后再进行微调 就是用更好的数据集 就是他们自己生成的这个FRET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的制作就是分成两步 先从网络预料库中随机抽取一个段落 通过the prop的方式 让语言模型生成 和这个段落相关的很多任务和查询 query 就是 比如说这里有一档文字 然后让语言模型生成 一个task 一个query 一个task 一个query 很多task 很多query 然后这是第一步 在第二步 基于语言模型的正风向文化卷 就是再把其中的一个task 一个query给他 然后从语料库中 检索出topn个最相近的段落 然后再让语言模型 你对这些检索到的段落 根据这些段落和query的相关性进行重排 然后这个重排用了两种函数 一个是查询可能性 就是用fue shot的方式 让大原模型计算 给定段落p p的条件下 生成q的条件对出 四样概率 然后还有一个相关性分类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二分类问题 也是给一个带fue shot的prompt 让语言模型预测 查询q和段落p是相关还是不相关 就是这个label就是相关 这样的话又得到一个分数 然后用到处排序融合的方法 取各自的到处相加 得到最后一个分数 就是一个综合的排名 然后根据这个综合的排名 选出正例和负例 就是排名最高的是正例 然后剩下的都是负例 然后这样的话 所以原始的 所以哪个query对应的原始的段落 不一定就是正例 因为语言模型可能会找到 和query更相关的段落 把更相关的段落当作是正例 好 这是我明白了 比如说他这里 character pressed with power of invention 这句他找出来了 然后他让大原模型生成 可以有生成多个task query give your query on the passages 然后下面是 give a query on the passages allow you to check whether the query is true or not 然后下面是query对吧 然后他拿了一个query和一个task 一对的下来再retreat 就是说他反过来找 找哪个文本 其实能够更好的回答他的问题 对吧 对对 然后他这么多 他找出了很多很多 然后排了个序 然后是要大原模型去排序 对吧 对 嗯 大原模型去排序排 那top的第一个的query 其他的task 对 排名的最高 同理选择复样本 等一下啊 选择排名最高的段落 作为新的政策 OK 同理选择复样本 其他选择复样本 所以他有可能说 你生成的时候是最前面是这个 但是我从里面retrieve出来 发现有一个更好的 对 就变成另一个了 嗯 嗯 他这样是挺好的 嗯 是是是是是 然后做了这么一个数据集 是吧 就这样的方式做了一个 正负样本的数据集 对吧 对 然后task query 也是他生成出来的 其实 嗯对也是生成出来的 OK 哦 那这个web的数据相当于只是个 种子的作用 这个seed的作用 对对 这个seed的作用 嗯对 嗯 然后是 嗯然后是微调阶段 用不同的数据集来 创建一个统一的微调混合数据集 然后再用它训练模型 嗯 除了fwrap之后 还用到了很多其他的数据集 然后这些数据集都遵循相同的格式 嗯 任务描述输输入查询 正理段落还有复理段落 然后嗯 每一个数据集 每一个样本都是 嗯 由一个 这个这个ti 就是任务 然后qui 还有正理和复理组成 然后 嗯 嗯对于每一个样本 模型先查询 正理复理的向量表示 这个跟预微调阶段是一样的做法 然后qui也是 加入了任务ti的进行 然后在那个m2 嗯 这个损失还如何之前也差不多 嗯 就是希望 嗯 希望模型 对每一个查询Qi 可以从他 从他的这个正理中 获得更高的得分 然后同时 嗯 降低和复理的相似度得分 还有 除了除了和复理的相似度得分 还有和同一批次中 其他正理的相似度得分也要区分凯 就是 嗯 然后为了把同一批次中 其他的查询和自己区分开 这里有一个指示变量 嗯 嗯 嗯 就是在 既然损失的时候 排除掉和 当前查询相同的那个 因为他不是副样本 哎 我有一次有个问题啊 他这个每个样本 嗯 他都会在Qi前面都加上它是什么task 嗯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自己宣传的task 就是这些task也会不一样 嗯 他把task和那个段落 相当于一起放进去 嗯 相加了 对 就啊 就是应该是 concadination吧 就是是吧 嗯 对 哇 这个好处是什么 正立复立 然后再把task也放进去 task是不一样的 嗯 不一样 嗯 然后这是他的实验 这个是在一个大规模的文本嵌入基准 MTEB上的评估实验 这个数据集包括56个数据集 覆盖了分类 织类 呃 船堆分类 重牌 检索 第一文本相信还有家要 对下面这几个任务 然后实验发现 GECO在所有文本嵌嵌入任务上 嗯显著超越同样规模的base line 嗯 同样规模指的是 呃在这个嵌入 嵌入维度上小于k 然后参数量小于5b 嗯 嗯 然后使用700 嗯768维嵌入的这个 GECOEB768 可以和更大的这几个模型相比 也可以达到或者超过他们的接信的 嗯 而这些模型都是3到4k的嵌入 参数量都超过7b 嗯 还有GECOEB768 等一下 他这样说的话 就说他用这个的文本 inbending textinbending的话 嗯 性能会提升是吧 嗯 这个我想讲 他只是做了通用 对吧 嗯 那别人是 别人是单独学习的 就是数据集的不一样 对 我就觉得 那他为什么这么好想看 就他的数据集 这个有加了FREF 是不是已经变好了了 他的数据集是因为用了 用了更大更大的一个大模型 蒸馏出来了一些东西 所以说他有了这个大模型的加持 是吗 嗯 然后所以他的数据的多样性 可能会变得更好 是吗 我感觉 数据多样性变好 对 他可能比如说diversity 这种会做的更好一点 嗯 然后数据的质量也更好 对 质量会更好 那以前的数据集呢 他可能不管怎么样 他可能只是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方面的数据集 对吧 你要么就是文杂论坛里面的 你要么就什么考考卷里面的 反正就是某一种类型 是吧 对 嗯 所以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个原因 嗯 嗯 因为他有了更好的这个犯法 犯法性 我讲性是对的 因为用了大模型 有道理 有道理 嗯 嗯 然后 然后这个是评估gecko 在多语言检索任务上的信 这个其他设置和之前也一样 只不过在 评论集中加入了 merical数据集 对 嗯 这个数据集好像是 这数据集包含了18种语言 所以 所以这个gecko multilingual 和其他模型的区别主要就是 gecko多了一个fret数据集 嗯 其他数据集就没有fret 其他模型没有用到fret 然后这个fret 就是把这个数据混进去是 对 然后这个fret 其实只只提供了英文数据 但是加了它训练出来的多语言 gecko 在其他语言任务上也取得了 平均最好的性能 表明仅从语言模型生成的 英文数据集能够有效的 迁移到其他语言任务 嗯 这个好像 在其他地方也见过 对 比如说你虽然只是英文 但是如果你跟别人混合使用的话 就是说 语言跟语言之间 它是有一种 共性的 嗯 如果你把别的数据混在一起去 去训练的话 它能够帮助别的 迁移到别的语言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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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个笑容实验 嗯 我们之前说 构建fres的时候有一步就是 根据一个段落生成query之后 再用这个query和其他段落匹配选 选出最相关的那个段落 然后这个实验就是看 使用原 应该用原来的文本 还是用重新选的文本 呃 这原来的文本 自为ppc的 然后重选的自为pd 然后复利要么是non 要么是随机选一个呃 和原始段落不一样的最近零段落 嗯 嗯 然后或者就是 嗯 最段落的排名 嗯 嗯 比如这个p20就是选 第20名的那个段落 当作复利 嗯 然后这个比较的话就是 比如说这个pc的non和p1non 然后呃 第二个和 第五个第三个和第六个 这样相比 嗯 发现选了p1的 都会比选用pc的的好 嗯 嗯 这表明 最佳段落 嗯 原始段落不一定就是 最佳的真理样子 对 然后 原文章主要就是做了这些工作 嗯 嗯 明白了 嗯 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大模型能力 蒸馏出来 然后组成了数据库 对 然后这个数据集呢 能够你在用来用的时候 它的文本嵌入我们能力会更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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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